文化知多少 你不知道的是 那今天呢 我来到御丰南府悬山庙 我就碰到了御丰南府悬山庙的传承者 Eugene Lim 前天呢 我就说到的 阴阳师 勾魂使者嘛 对不对 那今天呢 我在这个庙里面 我就碰到了 他们安了24个 师爷 师爷的金身 那新加坡是属于你们安 我们算是可以 算是第一间 安24师的金身 唯一一间 那在阴间呢 师爷到底有几个呢 师爷总共72 72个 所以师爷算是网络吗 就在阴间呢 算是我们 新加坡人间的网络啦 就像你记录你的记录 抽下做你的记录 然后去世了过后 一条一条给你挖出来 我挖 高辣 所以我还是需要 就是我做三次呢 他也会记录 对 我做坏一次 他也会记录 然后就告诉那个 阴阳师 阴阳师他们的 他们的总管管理员 对不对 然后总管理员就看你的寿命有多长嘛 看要证明多久 证明多久 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你们按的那个 呃 师爷什么的 这边我们就有 分十店 一店就分两师 24师里面他们是没有分说谁大谁小 他们都是一个general的师爷 那如果说你们需要有一份看就是 巡查师 这边 巡查师就是说 巡查阴间好坏的东西 巡查阴间 看有没有流 比如有些魂魄没有回去地府 巡查阴间 所以72个师爷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那个 responsibility 他们的责任 对不对 那这个呢 这个 颜寿师呢 这个颜寿师是 他的责任什么呢 颜寿 颜寿师 听到名字 颜寿颜寿 肯定是要把寿命更长对吗 如果说老人家身体不好 需要颜寿 可以来求他 来试试看他 可不可以帮我们人间来延寿 就是啊 我看这72个 听不懂按了24个吗 对 很特别的 新加坡就是我们唯一一个 比如说 按24师 24师 24师 Total 72 但我们只是拿 主要是24尊进来 啊 那到底是 什么样的 那个 信徒来拜 这个 通常都是这种有 court case 其实没有分啦 其实 general就是说 求平安 求好坏 都是回来求他们24师 但是主要是我们说 ok 一旦你有抓到court case whether what court case is this 都可以来找他们求 把你的 那个 sentence 减轻 不只court case 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来这个庙 南府玄色庙 看看